全能神经典话语 你若不寻求末世的基督 供应的生命之道 那你就永远不可能得着耶稣的称许 永远没资格踏入天国的大门 因为你是历史的傀儡 是历史的囚犯 被规条 被字句 被历史的枷锁控制的人 永不能得着生命 永不能得着永久的生命之道 因为他们得着的 只是持守了几千年的污浊之水 而不是从宝座之上流出的生命之水 没有生命之水供应的人 永远是死尸 永远是撒旦的玩物 永远是地狱之子 这样还能见到神吗 你只求能守住历史 只求能原地踏步 保持原状 却不求改变现状 淘汰历史 那你不就是 永远与神为敌的人吗 神做工的步伐浩浩荡荡 如汹涌的浪涛 如翻腾的响雷 而你却坐以待毙 守住待兔 这样怎么能算是 跟随高扬教宗的人呢 怎么能说明 你守住的神 是长心不救的神呢 而你那些 已经发了黄的 书中的字字句句 又怎能带你跨越时代呢 又怎能带你 寻找神做工的步伐呢 又怎能带你上天堂呢 你手中把握的 只是暂时能使你得安慰的字句 不是能使你得生命的真理 你念的字句经文 只是让你充实你舌头的经文 不是使你认识人生的哲理 更不是使你得成全的路 这样的差别 难道就不能使你反省吗 就不能使你领悟出 其中的奥秘吗 你能自己将自己 送到天上去见神吗 没有神的来到 你能将自己带入天堂 与神同享天伦之乐吗 现在 你还在做梦吗 那我劝你 你这梦该停止了 你该看看 现在是谁在做工 现在是谁在做 漠视拯救人的工作 否则 你就永远不能得着真理 永远不能得着生命了 治愿者 这是谁在做工 阿姨 阿姨 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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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